2月3日晚 第13届美国华人呈现春晚 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 Barclay Theatre闪亮登场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务领事陈晓毅 中国女排国家教练郎平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张素九 陆强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执行会长江小冬 熊文胜 汉地卫视董事长李继等各界代表到场祝贺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副总领事 带双鸣通过视频发来了新春的祝福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刘洞洞 洛杉矶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子涵 著名中英双语主持人白龙 洛杉矶资深节目主持人方磊 担任本届呈现春晚主持 本届呈现春晚由美国南加华人经贸协会 AIC集团主办 AIC传媒独家承办 呈现少林禅物堂 呈现华人商会 威尔湾联合主办 美国华人互助会 呈现家长会 东城国际教育学院协办 支持单位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正式演出前 出席嘉宾上台祝贺 呈现华人联合会正式成立 该会创会会长周燕宇 荣誉会长北奥先后致辞 郎平代表中国女排 及她和家人向所有来宾拜年 尔湾市议员 Melissa Fox的代表 向美国南加华人经贸协会会长黄东平 美国华人发展互助会李志海 AIC代表黄爱 中美文化交流贡献奖获得者 寄托颁发贺壮 本届呈现春晚节目 有大型歌舞 戏曲 也有相声 舞台剧等形式 全场18个节目 有开场舞 中国腔调 大型原创音乐历史神话舞台剧 汉千年 相声欢歌笑语 呈现少林禅舞堂的 禅宗少林 洛杉矩三大男高音 少赢 田建立 王泽辉的三重唱 《我的太阳》 由国家一级演员 麦穗演唱的 《在希望的田野》上 作为压轴节目 点燃了全场观众的激情 欢呼声 掌声 惊久不息 剧场内充满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韩牛卫视记者 陈阳 洛杉矶报导